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公报讯消息 黄司已渗入公共交通服务网络 同时在计划一项最新阴谋 同一日 香港警方出手严惩涉嫌袭击傅国豪的19岁男子 综合媒体消息指 澳门警方19日当天在喷水池截查多名市民及旅客 期间有部分市民被警方搜带 另外 警方带走多名身穿黑山及白山的市民及旅客 到财政局大楼停车场进行搜查 随后 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 当晚加派人员赴议事亭以待维持秩序 期间将7名可疑人士代反警区进一步调查 包括4名澳门居民 两名内地居民和一名香港居民 消息指 当天澳门立法会议员苏家豪曾被警方问话 但他否认与集会有关 澳门警方称 在8月19日晚19时至22时 共派26名刑事侦察人员 前往殷皇子马路一带娱乐场周边 扶龙新街及议事亭前帝一带 进行例行反罪恶巡查行动 行动中共检查30人 但未带走任何人士 而澳门电台晚上近期时报道 治安警呼吁市民应遵守法律 不要参加不经警方容许的集会 以免触犯刑法 然而至昨晚8时 现场出现黑衣人莫战 不过澳门市民非常不欢迎黑衣人 有部分人见到澳门警察亦落荒而逃 据报道 昨晚一共有7人在议事亭前地被警员带走 包括4名澳门居民 2名内地居民及1名香港居民 稍早前的8月15日 澳门警方宣布 驳回有关8月19日在澳门议事亭前地 进行抗议香港警察使用暴力集会的申请 并指出此类集会是在支持违法行为 澳门力报称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申请集会者已宣布取消集会 但究竟是何人提出申请 外界不得而知 8月14日 澳门江门青年会曾向澳门政府总部递信 要求政府不批准有关集会 该会会长郑安婷称 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 希望政府以澳门基本法第23条为据 拒绝相关集会申请 8月初 香港泛民派地区议员陈慧达经港洲澳大桥前往澳门 但被澳门方面拒绝入境 理由是此人企图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众秩序 有声言指 作为香港北区议会议员 陈慧达在香港局势不闻以来 一直在现实与网络上煽风点火 攻击侮辱香港警察等 对于澳门政府以及警方的举动 内地民众在网络予以支持 并戏称 澳门是乖孩子 澳门 妈妈说不能跟坏孩子玩等 澳门方面虽然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 但香港的示威者们依旧不安分 民的时候话昨日集会和李飞 其实只是骗人 昨日 民的时候违缘集会 本来还算好好的 但晚上有一群五只黑衣口罩 约游去到上环粤海大厦 竟胆敢将大厦外墙挂着的中国国旗拆下 还若无其事丢在地上不顾 这根本就是侮辱我国国旗 挑战我国国家主权 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恶意挑击 警方一证实 则接获报案 希望警方像上次光速拘捕 在尖嘴乳旗的嫌犯一样 快快锁定一干乳旗狂土 绝对要他们接受法律制裁 另外 大公报讯19日消息 黄思已渗入公共交通服务网络 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表示 有员工于社交网站MTR Secrets专业 发放公司内部不可外传的资料及文件 包括操作手册及指引 部分涉及程序及紧急装置 随即网上出现瘫痪铁路教学 教人用铅笔 螺丝 卡车门等 上周三就发生列车紧急门被人打开 乘客自行行落路轨的事故 郭志强批评暴徒 为瘫痪香港交通运作 罔顾乘客安全 意图破坏列车安全设备 昨日黄思发起港铁员工 静坐不上车请假不上班的 不合作运动 伪造700港铁车长及员工 10名联署 图以罢工胁迫管理层不配合警方工作 上周三 一列港岛线列车由柴湾站开出不久 因供电问题停下 车上及时广播通知乘客 为当车长正准备做最后测试 以便恢复行车时 留意驾驶室发出警示 当时有列车车尾的紧急出门口被人打开 有7名乘客自行行落路轨离开 轻铁车长谭建钊形容事件极致严重 是6月以来首次有紧急门被打开 当时列车停在杏花村站与柴湾站之间的路轨 乘客却自行开了车尾紧急门 行落路轨 万一后方列车收撤不及 会搞出人命 谭又指 紧急门的开关车在车长室 他质疑乘客为何能进入车长室 并打开车尾的紧急出口门 谭建钊又指自从黄思员工渗入搞小圈子 同事的政治取态变得两极化 原先相互尊重 现实只有指责没有包容 同事兼未免争吵 亦少了交谈 车长以前好团结 一个车长团队有40多人 原本是嘻嘻哈哈 如今黄思员工渗入施压 无形中给政治中立的同事带来压力 不赞同罢工就被起底 更甚是昨日黄思发起所谓 七百车长及员工联署 胁迫港铁公司与警方撕裂 有港铁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伪冒被联署 郭志强是其中一位被联署 他形容事件使其劫员工非常无奈 当然暴徒们的恶行始终会得到严惩 19日就有消息显示 涉嫌袭击复国豪的19岁男子 当天申请保释被拒 在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及内地里克 在香港国际机场被围殴之后 警方经调查后 拘捕一名19岁男子赖云龙 赖云龙涉嫌袭击傅国豪 被控一项参与非法集结罪 一项伤人罪及一项袭击 至造成身体伤害罪 19日该案件于香港的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赖云龙无需答辩 案件押后至10月28日再提堂 以待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包括调查闭路电视及调查其他涉案人士 此外 目前被告赖云龙申请保释被拒 被告赖云龙被控于2019年8月13日期间 在香港国际机场一楼客运大楼G位通道 与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 即集结在一起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 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的害怕 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 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的行为 即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 被告赖云龙还被控涉嫌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G位通道 与其他不知名的人士一起非法及恶意伤害傅国豪 以及在G位通道附近袭击傅国豪 因而对他造成身体伤害 对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力事件 香港警方19日重申 对于任何违法的行为 尤其是暴力事件非常重视 必定会将相关嫌疑人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表示 截至目前香港警方已拘捕6名 涉嫌在香港国际机场参与非法集会的嫌疑人 其中5人于14日被拘捕 涉嫌非法集结 藏有攻击性武器 袭警及破坏社会安宁等 另有一人于16日被拘捕 涉嫌非法禁锢 非法集结及伤人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震忠表示 根据当日香港国际机场里面发生的袭击围堵事件 警方非常重视 就当晚的两起事件 警方现在已经交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进行调查 其实当晚除了这两起事件之外 在机场里面也都有围堵警察和袭击警车的事件发生 在此重申 警方对于任何违法的行为 尤其是暴力的事件是非常重视 必定会将相关的犯人绳之以法 此外 对于当时有示威者阻拦救护人员对被打伤的内地人士施救的行为 警方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违法行为 当晚当有旅客受伤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救护人员都到达了现场 但受到了暴力示威者阻挠 香港是绝对不允许任何这样违法的事情发生 无论他们做出这样暴力的行为 又或者只是用身体去阻挡或者举手 去阻止相关人员离开或者去阻挠其他救护人员离开 这一定是违反香港的法律的 对于今后内地游客来港的安全问题 香港警方表示将尽全力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对于任何人士 尤其是我们的内地同胞来到香港的人身安全 我们都非常重视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确保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同时以一种最有效最快的方法去处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